把手伸出來 我救你一把 土瓶它是一個很可怕的 一開始你會覺得說 使用的時候 會覺得全身就是非常的有力 感覺上好像自己是無敵鐵金剛 但是我摘下去的時候 結果我就從來沒有離開過土瓶 因為我那時候根本就不想活 因為我眼睛一張開我就是要錢 眼睛一張開我就是要毒品 我那些朋友就是 抖的抖 死的死 我們都不怕 結果沒有死掉的人就在監獄裡面關 我看見一個一個死在我面前 可是我完全不怕 基本上吸毒的人都會把自己 關在自己的小框框裡面 他走不出來是因為他已經 已經依賴了毒品對不對 他渴望的是 但是可能他奇怪的動作 會引起家人的關係 也許說家人如果多一點關係 還是就不會再這樣 戒毒當然很辛苦 因為我吸了11年的毒品 我才被抓到 所以當我被抓到的時候 完全是一無所有 然後大家對我的觀感也不好 我們處理頭 我都說 吃毒的就不好 這樣子 連媽媽都罵你垃圾了 在監獄裡面 在執行的時候 然後呢就聽到了這個福音 聽到那個詩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聽到那個詩歌 眼淚就 因為他就拼命的留下來 然後那時候那個 住間牧師呢 就在說 我們這次有收集點禮 要收集的人舉個手 後來第三次確定的時候 我就把手舉得很高 就從那一刻起 我的生命就完全的翻轉 很多機構都可以收容 這樣子說 你要戒毒的一個中心嘛 手伸出來 人家就只有你一把嘛 只怕說你 你不敢伸 你不要伸 你把手高高的舉起來 說我要改變 我一定要改變 下面就會有人拉你一把 你把手高低 你把手高高的舉起來 你把手高高的舉起來